台北市金华地段大安区景安里传出反对盖癌症病痛的中途之家 这点让这个导演戴利仁他说他忍无可忍现身批评 他呼吁各界的应该要挺身而出 在此同时演艺圈的许多艺人纷纷表态 像小猪罗志祥还有像黑人陈剑舟 大家都说癌症不会传染 只有爱心可以传递下去 也希望你一起来支持 让舆论的力量扭转偏见 跟各位一样很hot 出席代言活动导演戴利远穿皮衣直喊热 不过最近让他更火大的就是北市金安里 居民反对盖癌症病痛中途之家 台湾朝向跟民主自由必定会走向的公民意识的一个道路 就是我们总不能把自己关起来 曾经在脸书上向反对见中途之家的住户站出来 大家口水才知道往哪里吐 但利远现在更呼吁各界要挺身而出 演艺圈也纷纷送暖 像我爸爸也是癌症病逝的嘛 所以癌症不会传染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 公开挺癌症病痛 黑远陈剑舟还在脸书接力声援 转贴民众的照片 强调癌症不会传染 但爱心会传递下去 各界的爱也涌入癌症病痛中途之家 预定地门口有民众悄悄摆放白玫瑰 还有这张文宣最受瞩目 上楼写着 小部分李明声音不代表多数李明 没有人愿意看到孩子生病了 我是景安里李明 我支持儿童之家在此设立 署名陈慧如 这些力挺的声音每天不断被传递 也让各界看到 充满爱心的台湾人 其实还是占大多数 这是李正华的家里台北采访报道